大家好,我們是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際事務署 我是台師大國際署的嚴偉蓮小姐 主要負責喬生港澳學生的招生工作 今天我主要來介紹一下我們台師大的課程 或者我們的學習資源方面給各位同學和家長 現在先看看我們的PowerPoint 大家有沒有看到我們圖影片上有我們學校的願景、目標? 相信大家知道我們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以前一提起台師大的話,大家都會覺得畢業出來一定是做老師的 但是現在要跟大家說,我們學校的學生出來不一定是做老師的 我們學校現在的目標是以跨域整合為師為飯的綜合型大學 所謂的綜合型大學就是我們在不同的領域都有我們的畢業生 稍後我會介紹一下我們學校目前的學院 目前我們學校有三大校區 分別是大家都知道的 喬生先修部的臨口校區 以及我們現在身處的校本部 以及公管校區 公管校區方面主要是理學院的 我們學校總共有九大學院的 學士班課程方面我們主要有32個學組 其中的話,大家可以看到我們最為人熟悉的一定是我們教育學院 我們的文學院和理學院的 相信大家如果上我們學校的網站都會看到我們有不同的科系的 如果同學想再多一點了解我們私大的話 我們左上方會有我們的QR Code 主要是我們國際處有六支不同國家的學生的招生影片在上面 同學和家長都可以到連結這裡去看看我們學校的環境 這裡都有簡單的三張圖片可以給各位了解一下我們學校的 包括左上方是我們的圖書館 左下方是我們的圖書館校區的夜景 還有我們校本部正門方面 跟大家說回的我們台師大位於台北市中心 交通是十分之方便的 在捷運古亭站出來四、五分鐘就可以到我們的校本部 亦都是捷運轉線站最多的地方 四條捷運線會在我們這裡做一個轉運站 所以是十分之熱鬧的 同學來到我們台師大的話不用擔心 可能安全各方面都是十分之便利的 接下來我們會跟大家講一下我們學校的入學管道介紹 講我的學生來說 現在目前要來到我們學校就讀的話 主要是有兩大的途徑 我們先看看我們需要哪些資格 首先如果是港澳的同學的話 你必須要有港澳居民的永久性的居民身份證 這是第一個條件 第二個條件就是一定要是高中畢業的 比如香港地區我們所說的中陸畢業 應屆學生也可以報名的 主要的兩大管道就是我們大家都知道的 最熟悉的就是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 看看我們泡泡綠色的方面都是我們海聯招的途徑 再來就是國校的單獨招生 也是在這幾年就比較多人來問的 要留意我們學校的單獨招生 其實不是同學自己來報名的 我們是由海外高中師長來推薦的 主要是為了招收一些比較優秀的老師推薦的學生 大家可以看看我們不同管道的一個報名的單位 以及我們的招收的方式都有所不同 首先講一下剛才的第一個就是單獨招生 我們叫海外高中推薦計劃的 這個計劃其實不是我們私大自己一個人主辦單位的 我們主要是跟台灣科技大學三校聯合辦理的 主要的報名只有學士班 我們碩士班和博士班的同學是沒有辦法在這個途徑中入學的 再來就是我們是以學校為報名單位 就是同學沒有辦法自己一個人來向我們報名的 需要師長的幫忙報名推薦的 每位同學可以選我們學校的志願最多是五個志願的 每年大概是8到10月開始進行報名 也就是說大家已經看到其實這個報名時間 如果是明年9月入學的話 這個報名時間已經過了 放榜時間的話大約是第二年的1月的 再來剩下的報名管道 如果現在同學是應屆的高中學生的話 可以透過報名途徑就是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的報名途徑 大家看海聯合招生委員會主要有兩個管道 第一個就是我們叫個人申請 個人申請是包含了學士班、射士班和博士班的 主要是同學上聯合招會的網站 可以選四個志願 這四個志願也沒有指定一定要報名我們是台詩帶的 可以是其他大學加起來的四個志願的 再來就是如果是明年9月入學的 現在開始可以報名大概是11月1號至12月15號 所以大家不要錯過了這個報名時間的 放榜時間是明年的3月 如果同學錯過了個人申請的話 也可以報名聯合分法 聯合分法的話 港澳地區大概是2月到3月左右報名的 但是如果同學已經報名了個人申請的話 如果你在個人申請3月放榜的時候沒有被錄取到的話 其實是不需要再重複報聯合分法的 因為個人申請不錄取的話會自動跌落聯合分法 聯合分法那裡我們會再給同學選70個志願的 那你70個志願也不是單止是台詩帶一間大學 可以報名全台的大學 那要值得留意的話 就是同學報名我們學校一些藝術科系的科系 例如體育學系 我們一會兒會有請同學介紹一下 例如美術學系、音樂學系 以及我們的表演藝術學系等等這些系數的話 就必須要在個人申請到報名 因為聯合分法是沒有名額的 所以大家如果是想報名我們學校一些體藝科系的系數的話 請記得一定要在現在11至12月中左右的個人申請這個途徑報名 以上大致是我們這三個途徑的報名方式 再來讓大家多認識一下我們私大 我會介紹一下我們私大多元的就學資源 我們私大在2016年開始 已經與國立台灣大學、國立台灣科技大學成立了這個台大系統 希望成為制界頂尖聯合大學 主要我們會合作的項目 包括剛才大家都有聽到我們的單獨招生在一起招生 除了一起播招生之外 我們學校的學術交流 或者一些資源的分享都是三校共享的 我們同學也會跨區、跨校選科、附系、分享圖書館 或者一些電腦軟體系統的資源 同學其實不需要太擔心 因為如果我選了其他學校的課程 會不會上學很麻煩 因為我們這三間學校其實都是隔離的 例如台大在我們的隔離 以及我們的公管校區也在台大隔離 公管校區主要是我們的理學院 再來就是台科大其實在台大的後面 平時我們都會有校車接駁的 三校其實老師、學生交流都是十分方便的 所以同學如果真的有機會入到我們私大的話 千萬不要錯過了三校的一些走學資源、課程資源 再來介紹一下我們學校的其他的學習資源 就是我們學校現在都很鼓勵同學多方面的發展 我們不同的學院目前都會提供不同的學分學程 給同學去選讀的 而且其實選讀的門檻其實是不高的 我們學校總共現在有35個學分學程 提供給同學去選擇 就是說同學入到私大之後 不僅可以附牌雙主修之外 其實你還可以去就讀一些有興趣的學分學程 目前大家看到比較熱門的學分學程的話 大家可以看到有日文、有韓國語文 以及一些基礎的管理學分課程 還有一些心理學分的課程 以及國際文化學分課程 我們學分課程大概收讀的學分是26到30個學分左右 只要同學累積這些學分之後就可以獲得證書 再來就是剛才有說過我們私大的傳統 很多人都會認為我們私大的學生畢業出來之後 就一定是做老師的 如果大家都是抱著這個做老師的心願來到我們私大的 我們都十分之歡迎的 還有我們的私資培訓的課程都可以滿足到同學的需要的 同學進入我們學校 即是修讀教育學程這個學分 總共是26個學分 其實這個學分是用登記的 只要同學進入我們學校之後 就讀我們學校之後 打一的時候可以去鎖辦公室登記 然後就可以針對教育學程這些課程來收讀 大概是26個學分的 但是要留意的話 我們學校提供的教育學程主要是集中在中等學校 所謂的中等學校就是我們大家所知道的 國中和初中和高中的課程 即是我們的中學課程 我們雖然在我們人類發展家與家庭學系裡面 都有幼兒的教育學分這些可以去收讀的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好的 我們學校近年在國際教師學分學程 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因為目前來說 我們學校是台灣第一間國際文憑IPC IB的私培機構 主要我們開設的課程的範圍有四個領域範圍 就是國際教育、華語文教育、國際數學教育 和國際物理教育 目前我們的學校都是亞洲第一所認證領域項目最多的大學 將來學生不完業之後 可以取得我們的IP認證的教師資格 可以在全球五千多所的IP學校裡面做老師 但是這個要留意的 必須是你已經收讀完之教育學分學程之後 才可以進階收讀國際教師學分學程 同學 剛才有介紹的話 我們通常都是介紹 我們現在在我們台灣裡面的資源 三校的資源 但是如果一些同學可能是 其實我不單止想在台灣就讀 想去交換其他國家的話 我們學校都十分歡迎 因為我們的學校現在和世界各地 我們總共有387間的姊妹學校 分佈在五大洲 大家可以看看我們的PowerPoint 有一些比較簡單的介紹 我們國際處的網站 有一些比較詳細的介紹 同學都可以上去看 主要就是我們每個學期 會釋放出大概是200個名額 給我們本地的學生申請去海外大學 去姊妹校去研習 每年我們都有僑生和港澳生 會申請到其他國家去就讀 我們國際處這方面 每年每個學期也會舉辦一些交換學生的 分享課程和介紹 可以指導同學如何去選擇 你們想要去就讀的學校 還有同學都可以留意 就是我們大部分的姊妹校 其實來出去就讀的話 需要付的學費的話 都只是給我們私大學費就可以了 再來就是 同學如果有機會真的來到我們私大 我們可以先了解一下 我們學校現在的境外學生的人數 我們全校大約每年約是大約15000人 境外學生佔了大約1620人 大概佔我們學衛生的11% 今年的僑生和人數 包括港澳學生的人數 我們有855人 佔我們境外學生的人數 其實大家看到是超過了52% 很多學生來到我們的學校 我們學校怎樣去處理 我們國際處理方面 其實我們每年都會有舉辦 新生報道、說明會 亦都會協助同學版居留證、保險 以及一些我們的工作證 一些日常的僑生輔導 都可以來我們國際處理方面 亦都會辦不同的活動 例如春節聯歡告活動 給同學去參加 再來就是僑生入讀我們學校之後 其實僑生和港澳生 入到我們學校 給的學費都是跟我們本地生一樣的 大概每個學期是2萬多 2萬到3萬台幣 一年就兩個學期 同學入到我們學校之後 如果都覺得我仍然需要一些補助 我們學校也會有獎助學金提供給同學申請 大家可以先看看我們投影片上面 包括我們台師大有我們的原木育才的助學金 如果在香港地區方面 我們的校友會也會提供獎助學金給同學申請 同學如果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掃我們右上方的QR Code 去了解一下我們學校的獎助學金資源 同學來到我們台師大之後 我們都會問 好像雙負系 我到底要負系哪些系所 哪些比較熱門 其實我們就是 這張圖表可以讓大家知道 有目前講的學生在我們學校裡面的一個分部 看看他們最多去到我們哪個學院 包括目前如果以澳門同學來說 前三大學院就是 教育學院、文學院和運動休閒學院 大家都知道 有我們的教育學系 有我們的人類發展學系 幼兒教育組 這些都會在教育學院 文學院方面 大家都知道的 國文學系、英文、歷史地理 這些都是同學比較受歡迎的 運動休閒學院這方面主要是 體育系和運動競技系 再來我們音樂學院有音樂學系 藝術學院各方面有美術和設計學系 香港和澳門不同的 香港的人數主要集中在 教育學院、文學院和理學院 這三大學院 其實今年來說 我們是第一次看到 香港人數是超過了澳門的 同學來到我們私大之後 其實是不用擔心的 因為除了說我們私大 是位於一個交通十分之方便的地方之外 之外我們的港澳同學會 都會協助同學在我們私大的生活 各方面的諮詢 辦工作證、居留證各方面的諮詢 還有都會辦聯誼活動 給大家一起去參與 一會兒我也會請到港澳同學會 同學來做分享 如果 sich對我們學校報名 仍然想要匯尋更清楚 可以聯繫我們美國國際事務處 投影片上是我的電話和電郵 我們會先請我們的同學分享 我們在私大就讀的一些心得 那我请一下冠文来说一下 好,那我现在介绍一下自己在台湾的生活 以及在私底下的一些经历 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叫林冠文 我的系所就是体育与运动科学系 今年大午,我的桥地是澳门 我进去管道就是个人申请 刚刚姐姐也有说过 体育系可以有独立联招和国人申请管道入学 其实这个海外联招的考试 是不能用体育系来入到私底 好,那这四个题目 其实我的大学生们都来帮我解释这个题目 现在为大家介绍一下我的经历 首先就是我的步考初冲 其实当时我会选择这个学系 就是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很喜欢运动的人 那我从小到大都接触了很多不同的运动 去到中学的时候呢 我就有幸地加入到我们学校的科学 然后也都非常高明地加入到这个 就是可以代表到澳门去参加不同的比赛 那还有我有受到一个教练的影响 他的教育和他的训练方式都令到我非常感到赞叹 也都令到我想朝着他的目标去进发 所以我最后就副读了私底体育系 那 那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学系 那若你原名就叫做体育学系 那今年正式改名叫做体育与运动科学系 那它的原因就是因为一个系名是会影响到 台湾一些政召的认可 那因为改名之后呢 可以令到我们本系的学生 有更加大的竞争力 和可以令到我们有不同的发展 就是一个多元的发展 那好像闫老师刚刚也有说 可能大家都会被司法这个名字困住了 但是大家都可能会觉得体育系 出到来一定是做体育老师 我们是体育教练的 那其实我可以和大家说其实并不是的 因为我们在上面都会 自己这样培训很多不同方面的人才 就好像这个BDF上面有讲过的 运动产业人才 运动科学研究人才 以及运动行政管理人才 那么说一下我来到台湾之后的经历 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不轻松的经历来的 那么刚刚初来报道呢 斯坦体育其实都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那斯坦体育呢 非常之注重学长学者制的 还有新来新猪肉 很多校内不同的活动 就好像例如校内的运动会 或者水运会 我们都要去协调不同的场地 以及去做一些裁判的训练 那到这个述球训练 那可能大家是说我们 他通常都会比较多接触的 就是球类的运动 但是我们学系呢 他们都会注重不同方面的发展 就好像大家可能会比较少接触游泳 可能比较少接触体操武术或者舞蹈 那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那我们都要英国一定的测试 一个考试 去通过这些考核都其实是不简单的 那其中一个 私大体育是很出名的一个活动 就是体育表演会 私大体育它给了很多突破自己的机会给我们 还有这个体育表演会是我们 替上上下下的私生 一起花了很多心血 很多时间去籌備一个成果的发表会 就像我这个经历 就是有一个本身不懂得扯鈴的学生 经过两年学长者和老师的教导 令我连续两年都可以站上这个舞台去表演 去表演给这些再长2000个观众看 都是一个非常深刻的经历 而且都可以发展到不同的专场 那另一个师陪学生 都是一个很重要的经历 就是一个教学实习 我很荣幸去到两家不同的中学去进行这个实习 都令到我学到非常多的东西 还有令到我有很多不同的经历去进行教学 虽然过程都是不简单的 但是看到我教的学生全部都学有所成 都令到我非常满足感 还有刚刚也有说过我们学校非常注重多元的发展 那我系上的同学都会去参加不同的 组成的一个队员去参加不同的比赛 就好像左边这幅图就是一个手球大专盃的比赛 还有右边就是乔生盃的大楼比赛 都获得了不足的成绩 好,那讲完体育系了 那我就简单的介绍一下刚刚所讲过的学班学程 那学班学程呢,其实就是 将我们系所有的科目去 一些性质比较接近或是相关的课程去做成一个整合的 那 就是 可以 就好像下面有的室内设计学分学程 以及 学校心理学分学程等等 那其实 都门槛都不算很高 只是20几个学分就可以拿到一张 学分学程的证书了 那 那 我就 选择了一个跟我自己 有相关的学分学程 就是运动相外预防学分学程 那 那 那 因为这个方面可能对我将来做老师或者教练 都是一些很重要的知识 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个学分学程 那 那 右边呢就是 我们 课程的 模组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那 那 那 我在带四下的时候都做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 就是 算是双注收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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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我会双注收 呢 原因就是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 令到澳门的工作机会都变得很低 还有 就是因为这个疫情都令我想到想要更加去进修自己 那 那 再来就是一点就是因为双注收的门栏降低了 所以 我就想去发展不同的专场 那 那 为什么会双注到特教学系呢 那 那 因为得知澳门的特殊教育 特殊教育是慢慢的 这样 起步 还有我想 做 和我的主修科系体育去做一个结合 跟着 可以给一个 另一个方面的发展给我 还有 可以有另一条出路 那 那 简单介绍一下特教育 那 那 那 我们双注收呢 就是至少要选一个必修的做别 那我自己 就是可以选择身心障碍做 新障碍做的 还有可以依个人的兴趣 去进行一个旋收 不同的课程 就好像 总好障碍 试过障碍 或者听过障碍 等等的 那 完成了所有必修 和实习的课程之后 就可以获得双注收学位 是的 就可以获得双注收的学位 那 刚刚也有说到 其实 私大也是一个非常之注重社团 的一个学校 那 我都很高兴可以 因为 提表会去 玩邪灵之后 就可以 加入到这个 私大邪灵社 那 在私大邪灵社里面 因为可以开始一些社科 令到我 可以去教一些对邪灵有兴趣的同学 跟着都可以增加到 我的教学经验 好 那 最后 我想 撇除学校 和大家分享一个 我也非常之印象深刻的一个经历 就是 我骑着 就是我駕着自己的电单车 去进行这个环道之旅 为其两个星期 那 当中我都会看到很多台湾不同的风景 不同的人事物 都令到我非常之深刻 都是一个非常之好的体验 所以更加令到我没有后悔来到台湾读书 好 好的 我的分享来到里面 很期待大家 可以看到你们的身影 好 那我们多谢冠文的分享 那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也有请到 就是我们的善于 帮我们分享一下他在台湾的生活 好 那应该好 那 那 那我现在来讲讲讲 我想在台湾的生活 那你先我 自我介绍一下 那 我是来自澳门的 是的 来自澳门 今年是大义的 读着历史系 好的 好 好 既往善业 是的 ok 那 那 我也有参加到 就是上面的一些活动等等的 好 那 或者很多人都不清楚 其实历史是在读什么 那一般印象都是觉得 历史很悶 下一门 背 就成绩很好的科系 或者是会觉得 嗯 其实那件事已经过去了 那为什么要回头看呢 嗯 其实我一开始 未来读诗大的时候 也是有这样的看法 那后来真的来读诗大的时候 就发现 其实 嗯 就是 不是你 想象中 那么简单 就是好 你要去努力研究 为什么 那个人会做出这种事 之后 要去研究 为什么 结果会是这样 所以 这一两年 教授都不断地跟我们说 其实是什么是历史 但是 我到现在都没参透到 可能过几年之后 都会 真的认真地参透到 那 我大概会讲一讲 历史系里面的东西 那历史系其实是有分到三个事学群的 是中国事学群 世界事学群 和台湾事学群 换言之 如果来到 斯大都历史的 港澳生 是要 收集台湾历史的 因为 就是 说一说我个人的经历 因为在港澳 是没有 台湾历史的 知识 会被我们去学到 所以 刚刚来到台湾的时候 收集台湾历史的时候 是觉得 是有一定的困难度的 因为你其他同学都 有一定的基础 所以 这一方面可能 就会比较困难一点 其他 例如中国历史 世界历史等等 我们也有 也有 学过 也有学过少少 所以 这方面 就不会太困难的 好了 那 为什么我当初 会选 斯大读历史呢 首先 一开始 对于自己 未来很违望 因为 我是一个 怎么说呢 我是一个 对什么都没有 很大的 热情 甚至是 可以说是没有梦想的一个人 一开始 选择大学的时候 选择科系的时候 是问家人 就是问家人 我读什么科号 但是其实 后来家人也有选择一个 是跟社会有关 也就是可能 这个澳门趋势是怎么样 但是后来我想了 其实 不适合我 不适合我 其实也很感谢 那时候遇到一个 一个 好的老师 好的历史老师 令到我对历史那么兴趣 也都 令到我对老师这个职业 开始有兴趣 所以就是 才会选择 尼斯达读历史 那 为什么要 哦 对不起 为什么要来到台湾呢 其实 一忽一来 是想证明自己 因为 在澳门 很多朋友 很多家人 很多亲戚 基本上都在澳门 做什么方面 其实都可以 找到人帮忙 都好像独立不到 所以 一来到台湾 其实都是想 证明自己可以独立 也可以证明自己 可以自己处理好一件事 或者一个问题 第二就是 在澳门读了十几年书 世界这么大 还要出去看看 我又不想离家太远 所以就觉得台湾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所以我就选择来到台湾读 台湾读 台湾读历史 那 关于商负和学情方面 那 因为 我未 我才大二 是的 所以 大一的时候有想过 严调商主修或者父系 可能大一的时候 是想自己无法拦络 做得到 同时修两位学系 那 到现在方面 其实也在考虑 究竟是要商主修修修修 或者训什么科是好 嗯 所以 这方面还在想 那 关于学情方面 因为我尼斯达第一个 原因 就是 私陪方面 那就是 教育 学分 学情 那是因为 就是正常,剛剛老師也有提到大一學期就可以申請 之後就可以收集這個學分學程 因為大一的時候 疫情影響,所以我就 完全忘記了這件事 所以導致到我到現在都被收到這個教育學方學程 希望這一年可以 收得到,還有真的想清楚自己 的方向是怎樣 好,再來就是我除了學校,學業生涯 最重要的一環就是港澳會 就是 他好像就是我在台灣,在澳門 除了澳門的第二個家 因為入面的人 全部都是講廣東話,很有親切的 入面的人都很好,好好相處 所以經過了大一這一年的活動之後 我就開始萌生了一個想做幹部的心 因為我覺得 上一屆的學長者都 非常之好,非常照顧我們 有什麼事都可以幫忙,有什麼事都可以跟他們說 我不懂這個怎樣做,他們就會教或者帶著我們去做這件事 所以我就覺得 我也想嘗試做幹部,我也想嘗試去帶人去照顧人去策劃活動 所以今年就 參選了幹部,現在就是 今年第46屆國外會的活動股的故障 當然了,參選幹部其實都有自己的原因 我就想學會 怎樣去溝通 怎樣去一大群人去策劃一個活動 因為 策劃活動不是好像中學 可能參加學生會或者是怎樣策劃一個活動那麼簡單 因為這裡是私大策劃活動 有可能是對著 整個私大的國會 大概 幾百人都有 之後 有時候的活動是直接對著整個私大 所以就是你要策劃一個活動 就是不可以好像中學那樣那麼簡單 所以我也想學一下怎樣 策劃一個大型的活動 也是想正面自己可以處理好 可以處理好每一個問題 都是想為 大學生會加更多活力 不只是讀書那麼簡單 當一大群人去策劃活動的時候 其實 活動成功的成就感是非常之高 大家都很開心 但是 在國會裡面有好的其實也有不好的 因為 一大群人去策劃活動 那麼多人其實想法都不一樣 所以可能 溝通方面就會 變得很重要 所以 一定要溝通很好 一個活動才會變好 因為其實都開始 因為我剛剛加入去國會 其實都不是很久的時間 還有很多東西需要學 所以 希望之後都可以越來越好 其實 嗯 對了 OK 這些大概就是 今天介紹國會的 照片大概就是這樣 這些活動就是 我們之前都有 有的活動 例如 聖誕晚會 宿營 一些禮會 一些遊戲等等 其實都有很多活動 港會 是會搞很多活動 營生 例如 最近 新生的話 是會有營生活動的 所以其實 營生活動是 令到 港外人新生過來的時候 不會說 不會說沒有人帶著你 不會說不知道做什麼好 不會說入宿寺要怎樣入 付錢 在台灣生活他要怎樣做 其實你也不用太害怕的 因為 港會是會帶著你一步一步去做 而且港會也有很多活動 其實可以出眾到 港澳的人 例如 因為 私大港澳的人也有很多 可能也會有很多學長者 所以其實很多活動也會有很多學長者過來 你就可以認識到 整個港澳會的人 或者是 整個私大澳的港澳人 他其實很有親切 參加這個活動 裡面全部都是廣東話的 我真的很開心 其實 所以就是 希望 之後有意向來私大讀的港澳人 來到之後也可以 參加多些活動 其實大家一起玩真的很開心 大概這個就是我在私大這兩年的 生活和經驗 那麼 多謝大家聽 亦都多謝 老少爺的這個機會 我們很多謝 今天官民和善宇跟我們的分享 如果大家對於報名我們台詩帶 如果還有疑問的話 都可以聯絡我們 還有 你看看我們的學長者 已經等著 歡迎大家 多謝大家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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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